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高 如果没有办法缩小贸易顺差 是否有机会靠投资创业就业等其他方法 让川普总统能对台湾释出更多的善意 第二 川普总统从一开始就说 台湾的国防预算要占全年度的GDP的5% 现在又提高到10% 台湾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政府的花费占GDP本来就极小 台湾跨党派的共识是3% 请问赖政府要如何与川普总统的国安团队 针对国防预算进行沟通 还是就像林佳龙部长所说的 美国要求我国政府成立全民任性委员会 40万名利在各部会所编列的庞大的预算 也可以算进来这样就达标了吗 第三 现在有明确的消息指出 川普总统的重要国安幕僚指出 台湾的兵役必须要延长至两年 蔡同统费尽千辛万苦才延长至一年 国军为了配合一年兵役政策 也非常努力地加紧训练人才 兵舍训练场地 但很明显的速度根本赶不上 请问赖政府您要如何因应川普政府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